另外一种同样在餐桌上很受到欢迎的石斑鱼也是不太容易照料 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天灾或疾病的威胁 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有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 发明出了一套抽屉式的养殖法 可以让石斑鱼的存活率大大提高 新鲜活跳跳的石斑鱼是宴席上高档的食材 经过厨师的细心烹调都成了一道美味的佳肴 相当受到欢迎 其清理会上更是少不了石斑料理 台湾西南沿海是重要的石斑养殖区域 其中以台南高雄屏東居多 年产值居全球第一 波前年的88丰灾和去年的919丰灾 都让石斑养殖受到影响 渔民损失产重 现在只要透过抽屉式的室内养殖系统 就可以防止石斑受到天灾的威胁 还能监控病毒性疾病的感染 让石斑鱼活得又大又肥 只要发生了有病啊 或者它好像不太舒服 我们可以马上捞起来 我们可以救命 鱼齿的话我们看不到嘛 它死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 结果会感染到别的鱼啊 会死得更多 那这里我们马上可以来解决 所以让它不会感染 一盒盒透明大水潮是石斑鱼的新家 透过循环过滤系统 省水省空间 水面上海漂浮着一片片的网架 而这可是有学问的 高贵的石斑鱼 养殖水温得维持在22到28度 在户外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而这套系统能完全排除外在干扰 和寄生虫病毒危害 成功提高石斑鱼的存活率 记者理事员陈浅坤告诉我们报道